那你打算 怎么谢我呀 你以为我亲你啊 我还没答应你呢 那你大佐什么时候答应我呀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脸皮这么厚 我爸说了 是男人呢 就别怂 别腿 别磨叹 你不再聊会儿工作了 我不跟你聊了 你只会耍流氓 说得没错 我就是流氓 我这边呢 基本上是一些有创业想法的人 喜欢聚集到这里 所以呢 我会提供一个场地 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呢 相互地交流创业 并且寻找到资金 所以你是想把咖啡馆 打造成吸引创投 跟创业者的孵化器 没错 不过现在还只是初期 所以大部分呢 还是需要一些轰扒呀 和沙龙会的活动 来维持基本的运营 嗯 那这里办沙龙会的话 有什么要求吗 可以啊 你想做什么样的内容啊 女程序员的介绍和推广 哦 我们这边来过很多 搞互联网创业的人 专门针对女程序员的 还真没有 你们这个主题 会不会太小众了一点 就是因为小众 才需要推广啊 我们看了好多地方 觉得您这里 是最合适的 有眼光 那首先感谢两位的支持 问一下你们想 预定在什么时间 大概有多少人参加呢 时间的话 想是后天下午 人数 人数还不能确定 哦 这样啊 嗯 你们也知道 我们这个场地 是免费提供的 只能靠一些配套的咖啡 减餐和西餐的维持运营 所以我们对团科的人数 是有要求的 那至少可以多少人 嗯 至少达到两百人 按照以往的沙龙经验 实际到场的人数 都不足预定的三分之一 况且你们又是 这么小众的活动 我担心 人数可能会更少 你们再考虑一下 好 那就两百人 好 就这么定了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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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好多年了 好幸福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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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哇 哇 祝十二岁的陆里小朋友 新年快乐 祝六岁的陆里小朋友 儿童节快乐 祝十八岁的陆里大朋友 生日快乐 希望你继续坚持 自己的梦想 想要在一起 住进你怀里 走过每个四季 树入边际 我和你 每一段奇迹 又甜蜜的城市 树入边际 我和你 每一段奇迹 又甜蜜的城市 树入边际 我和你 每一段奇迹 又甜蜜的城市 小刘 刚才帮我喊呀 帮忙 留一下 好 陆总好 走 过两天是小师妹的 程序员沙龙 大家没事的话一定要参加 好了 到现场打卡 月底有奖金 好了 今天的cost装教程呢 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我的呢 宝宝们可以微博私信我 顾小七 不是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 过期的东西 我帮你扔了 千辛姐姐有男朋友了 那是我哥 对啊 他也就声音好听 其实啊 眉毛还不及我三分之一呢 对了 现在呢插播一条广告 我的亲闺蜜 要在重庆开程序员的沙龙展了 想去的朋友们 可以扫二维马家群哦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等等 你刚才说我是你什么人 你以前是我哥 现在是我男朋友 我也没说错吧 我就这么拿不出去手 不是 我还不是怕他们 觊予你的美貌 虽然他们是我的粉丝 但是我也不想和他们分享 小七 要不要亲亲我 我来啊 你不想吗 感觉怎么样 好像有点怪怪的 怪怪的 可能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太熟悉了吧 那 要不要再试一次 我妈 我妈 快躲起来 躲起来 你妈怎么了 她不知道我们的事 应该是给我送吃的了 很快就会走了 你先逃好啊 欢迎光临 你怎么化成这个鬼样子啊 又在做什么幺蛾子啊 我在工作嘛 吃喝玩乐就是你的工作了 我跟你讲啊 这些小菜啊 最多只能放三五天 你别又把它们放坏了都不记得吃啊 哦 我知道了 奇怪了 今天你这怎么这么干净啊 妈 妈 我今天上午一直在打扫卫生 刚刚其实都挺想睡觉的 睡什么觉啊 约了干妈去逛街 一起去啊 我不想去 哎呀 你哪来的一对破猫啊 你自己都养活不了 哪有功夫伺候他们啊 不是我的猫 是估墨的 会碰到我家寄养的 哦 好可爱的猫猫啊 刚出生的小猫不能乱摸 嬷嬷的猫肯定是好品种 妈 到底谁才这么亲生呢 你就庆幸吧 一定是我怀孕的时候没有烧高香 不然我也能生出嬷嬷那种 又帅气又懂事的儿子 她女朋友你见过吗 见过啊 简直美人天仙呢 你看看你 你看看人家 不知道你 能给我带回一个什么样的女婿 妈 我陪你带回来一个香菇莫娘的怎么样 你别祸害人家了 那孩子得多倒霉啊 哎呀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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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不去了 妈 妈